我的题目是一寸光阴一寸金 我忘了下一句是什么 不过不要讲 好了没事时间重要 这个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老师总会常常说 哎呦一寸光阴一寸金 我们必须要读书的 好努力的读呀不好浪费时间 就是这么回想 那一寸光阴一寸金 自古未来 时间古人就知道 时间比金还贵 时间意趣不复返 这个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把握时间 加倍努力 这样才能够达到我们人生极定的目标 还有一寸光阴一寸金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进步 时间更加重要 怎么说呢 咱们看看中国 以前就是被了封建制度打工的数 数千年 虽然有进步 虽然文化深厚 可是在科学方面就落后了 还好在最近的一百年里面 中国已经是尽快的利用时间 尽大最大的努力 现在赶超 应该会赶超 在十年之内赶超美国了 所以一寸光阴一寸金 不单单是对我们本身 个人来说对国家也尤其重要 谢谢大家